媽媽嘿媽媽嘿 請你跟我這樣過 小孩常胃皮膚出問題 爸媽很難哭啊 唉唷 這個哭啊 那是不分日夜24小時 隨時就來了 對啊 而且爸媽真的會束手無策 對 怎麼辦才好呢 我相信很多的父母遇到這個問題 到底你是長腳痛了呢 還是你不舒服呢 還是你怎麼了 還是就是心情不好呢 對 所以今天我們開放問診 你要發現我們現場所有的媽媽團 我們都來報到啦 歡迎大家 好 歡迎你們 而且不期待的孩子 今天就來直接看醫生 對 激動濕濕 家中寶貝腸胃老是出問題 究竟寶貝怎麼吃 爸媽才安心呢 今天特地開放媽媽團們現場問診 並邀請到專家代表 想要退醫師黃聰寧 中醫師李子之一 來為大家解答心中的迷思 長腳痛其實不是腸胃問題 其實長腳痛不見得跟腸胃有關 他的腹脹是因為他哭所以一直吞空氣 他放個屁也是因為他剛剛吞很多空氣 所以放一個屁 然後他可能自己嚇到 欸 可我怎麼放一個屁 然後就停下來對不對 小寶貝瀑布布按摩 媽媽按對了沒 我就看著他肚臍講說 順時針到底是順我還是順他 對 萬一我按錯會不會把他大便推回去 放在小寶貝的肚臍上面囉 然後幫他做一個 右手按到左手的按摩 就是 好 今天我們不管是西還是中醫呢 給大家一個最好的見解啦 沒錯 請問一下 我們這個現場所有的媽媽們呢 你們的小孩有沒有常常在鬧 肚子不舒服的 有沒有 請舉牌 你看 幾乎是把 現場直接來的 直接來舒緩一下 對… 好 那有鬧肚子不舒服的是 肚子痛 懷疑長腳痛的 請舉手 這個時候就一半了 這就代表什麼呢 代表有時候就算痛起來在肚子 我們還是搞不清楚到底是什麼痛對不對 對啊 而且小孩半夜哭鬧的那個痛 那個叫喔 你很難想像說 怎麼可以一整晚 你孩子就這樣對不對 對啊 一整晚然後抱著也哭 放下來也哭 對 我能上半場 他爸爸我能下半場 沒辦法 然後實在受不了了 好了 走到門口說 坐計程車去醫院吧 結果車子還沒有叫到 欸 小孩不哭了 就不哭了 睡著了 換成爸媽哭 因為受不了 就回家了 也沒去看醫生 後來也就沒事 對啦 所以這邊 我們媽媽團 誰要先來發問 雅雅媽 前幾個禮拜我們去旅遊 然後在國外 然後她跟我說肚子好痛 但是 因為我們去大陸 所以我就很擔心是不是她吃壞肚子 但是她也沒有拉肚子 後來我就幫她按摩 然後就安撫她 可是我們大人就是沒有辦法分辨說 她到底什麼時候該看醫生 我先跟大家講 比較大的孩子 肚子痛真的很難分辨 我們大家都覺得說肚子痛 那一定是腸胃的問題對不對 事實上我們拉肚子也會肚子痛嘛 便秘也會肚子痛 消化不良也會肚子痛 但是要小心喔 肚子外面還有很多東西也會讓她痛 譬如說我們肚子裡面有很多的器官 對不對 如果說是這個 這個 這個胰臟啊 或腎臟啊 或是裡面的這些肚子的器官 真的有生病 它也是會以肚子痛表現 還有呢 我們的脊椎在肚子附近對不對 有些脊椎的問題 它也會以肚子痛表現 再來呢 肺部 我們覺得肺部已經離肚子很遠了對不對 細菌性的肺炎 它也會以肚子痛做表現 再往上走一點 我們說喉嚨離肚子夠遠了吧 對啊 如果是細菌性的咽喉這個化膿性的咽喉眼 也會肚子痛 兒童的肚子腹痛 一定要詳細的問診 什麼時候就醫 譬如說盲腸炎總是該就醫了嘛 對不對 當然啊 痛死了 對 所以基本上 什麼樣的痛我會建議媽媽 第一個 有發燒 我會建議小心一點 因為任何的感染發燒 加上肚子痛我都會比較謹慎 第二個就是 它痛到 沒有啊 站不起來了 對 這兩件事情是我希望各位要趕快帶來醫院檢查 了解 所以它可能只是說我肚子痛 然後過一會兒就跑去玩了 那可能就只是 那還好 暫時性的 那這個就是說 那如果痛的時間很久 譬如說 像文華現在講這個 我們就會想到有一個病叫長套疊有沒有 長套疊是發生大概在六個月到五歲之間 那最高分是大概兩歲左右的孩子 它就是 然後 然後過了一陣就去玩 又好了 又痛 那其實媽媽會觀察個三四次以後覺得奇怪 它為什麼一直這個樣子 對 那這種狀況下 你也是應該去看醫生 就是說它的時間拉比較長 那有沒有很多小孩子一到你那邊 每一個都說我好了我不痛了 有啊 尤其是那種我想上學的一來就好 那都是這種 好 來 媽媽們請繼續發問 一歲多的孩子啊 然後一起跟我們吃大人的食物 會不會造成消化不良或是腸胃的問題 一歲多 妳小孩子一歲多 現在三歲了 她曾經因為這樣消化不良不舒服過嗎 就是會肚子脹脹的 對 然後就必須大家去散散步啊 喔 那很麻煩啊 稍微幫助消化一下 妳那時候有沒有幫她拍她的肚子看看 啵啵啵這樣 有點脹氣 有喔 我發現小孩子好像散步時隨便拍拍都跟鼓一樣 很容易脹氣 很容易喔 很大 對啊會這樣子嗎 像我的小朋友他很喜歡吃油飯 我發現我那個兩個小朋友 老大跟老二 肚子很脹 然後他拼命要喝水 然後在裡面就發酵 然後就跟我講說他肚子很痛 可是我想說他都已經一歲多兩歲 就可以吃大人吃的東西 就還是給他吃一些就是 可是妳不要講那油飯粽子 連大人吃都覺得很難消化 不舒服了喔 那妳看他們喜歡吃妳就覺得想多買一點 媽媽心態就是這樣 像我們家小朋友現在八個月 那偶爾還是會讓他吃一點我正在吃的東西 讓他有參與感 可是妳不需要挑對食物 譬如像五穀根莖類的東西都還好 可是妳不要拿那種已經滷過的 油炸過的 或者說像維迪媽媽拿油飯給他吃 那就不對了喔 像油飯是老人家跟小孩子一定要計時的 因為它很難消化 像糯米啦 米粉啦 還有就是說 我們說麵包 饅頭 這種都很容易會產生氧氣的食物 就不太建議給小朋友吃 就是有發酵過的 對不對 妳總之就比較注意了 對 要注意一下 那小朋友的話 像我們家就是說 譬如說妳煮個洋芋泥 或者是番茄醬的時候 會讓它長一點 讓它吃看味道 可是基本上妳就是不要太重口味 就OK了 其實不用太緊張 可是就是妳想加妳挑妳可以吃的食物 就是比較軟的 比較屬於根莖類的 那是不要太擔心的 欸 那如果萬一大人 像有時候我們遇到的情況喔 欸 我喜歡吃點小辣 然後就會小朋友看到妳吃什麼 他就跟著要吃有沒有 什麼小辣的啦 咖哩的啦 就有點刺激性的 小孩可以接受嗎 其實咖哩啊 像我們老大在小時候我會給他吃 我覺得咖哩還不錯 是因為它裡面會有 薑黃樹 它對小朋友的 腦部的發育是不錯的 可是辣的部分 因為對眼睛不是很好 對 所以辛辣刺激 這種辣的 胡椒的 我就不會給小朋友吃 只要記住就是說 欸 長在上面的 要煮起來是軟的 就OK 那長在土裡面的 就都OK 好 來 媽媽們 來 余璇媽媽是不是 因為我 餵母奶餵到七個多月啊 然後之後換奶粉 然後換奶粉那段時間 它就常常拉肚子 就可能一天也有 最多有到四次 所以我不知道是 因為奶粉不適合還是說 它腸胃自己本身沒有辦法去適應這個 就是換奶的那段時間 請問妳讓她換過幾次的奶粉 我換三次 三次 都在那一個月裡面嗎 對 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妳都換三次 因為我有問醫生 然後醫生是說 一個禮拜的話 如果她還是有繼續拉 就是不適合 就馬上再換 對 我們現場的媽媽們 有幫小孩子換過奶粉的有沒有 來 舉牌 有啦喔 對 有嘛 那請問一下Max媽媽 我是給她喝羊奶一開始 然後之前是有問過黃醫生 然後就是說 羊奶對過敏其實沒有什麼幫助 因為它是有異位性皮膚炎 然後所以呢 我就給她換了豆奶 結果一喝 馬上又過敏 就是可能對黃豆也過敏 對 就是整個嘴巴跟臉 馬上就是類似像 群麻疹 因為她之前又有喝過水解蛋白 可是她也不是很喜歡 就是還是會有紅紅的 然後所以 最後又換回羊奶 還是兜一圈 對 所以牛奶是完全不行 不行 她就是喝了就是 臉上就是會紅紅的 那妳那時候換奶的時候 她除了過敏 她也沒有什麼 譬如說 排便會不正常或什麼 沒有 因為她喝一次馬上群麻疹 就不敢再給她喝 不敢再試了 對 每一個媽媽換了奶之後 然後就會 譬如說 她因為腹瀉 或者是說 消化不良脹氣的問題來看我 其實我有的時候 我不見得會把它歸咎 再換奶這件事情 有的時候她剛好那段時間 她有一些病毒上的肠胃炎 或那段時間她剛好有別的原因 她有吃一些副食品 然後剛好消化比較不好 所以她就會想想說 最近發生什麼事情 她就覺得說 那是換奶所引起的 那我不會那麼武斷的跟她說 對 就是換奶 所以你再換回去 或什麼的 我覺得這個都很難講 那為什麼 因為現在大部分的配方奶 都要符合WHO的標準 除非你買的是很奇怪的牌子 大部分大牌子 都一定要符合這樣的規範 才能夠在我們台灣開始賣 所以也就是說裡面的成分 應該是大同小異 應該是大同小異 但雖然是如此 它裡面還是會有一些 菌種必須要開始大翻修一下 我們已經習慣了這樣的奶 我們腸胃道裡面菌種 這個細菌 就習慣了這樣的環境 突然之間換了一個新的成分 也許它需要一段時間 去把它裡面腸胃道的菌種 再調整一下 回到說是不是會附脹啊 會腹瀉啊 我覺得你可以先觀察一段時間 一個禮拜時間是對的 差不多啦 我覺得一個禮拜差不多 但是它如果一換之後 它就開始拉 我真的讓它拉一個禮拜 再來決定嗎 一天如果拉超過三四次以上 我想你就不要再嘗試了 像剛剛Max媽給我們的資訊 就很清楚對不對 很明顯它就是大豆蛋白 它就是不太行 那如果是牛奶蛋白不行 或者是它最近有吃了水果 那可能是對果糖吸收不良 等等各式各樣的原因 都藉由那個大便形狀 屁股的狀況 然後再問問問 看能不能問出一個 可能可以改善的方式 那如果說從一開始就是喝配方奶長大的話 一歲之內需要換奶嗎 我通常建議能不換就不要換 養分不是會不一樣嗎 大概插在那裡面的一些 一些礦物質啦 像鐵質啊 拉膏 但是其實裡面的熱量成分大同小異 所以原則上 我通常都建議大家四個月都會 就開始加副食品 所以你奶可以不用換 你就一直喝上去 免得突增一些困擾 你可能這個禮拜給他吃一些紅蘿蔔馬鈴薯 同時你又換奶 他如果真的不適應 你就 哇 到底是哪一個的問題 不知道哪一個原因 這倒是 不過到幾歲你會建議他 要換可以換了 其實 隨時他想換都可以換 真的嗎 我只是說 要不要一定要換 我說不用 不是 因為我們 會比較擔心孩子健康 就會看人家廣告訴求 或奶粉上面所寫的 對啊 零到幾歲 一歲到兩歲 幾歲到幾歲 然後就要換不同的有沒有 對 我們是因為這樣子的關係啊 對 就是很多媽媽都這樣做 她的孩子也都帶得很好啊 所以我沒有說 換了會發生什麼事情 其實換了很多 就很順的一路換上去 但是我就是常常會 偶爾就會碰到有一些 媽媽說換了奶之後 孩子就開始便秘 或換了奶之後 開始這個大便 次數變得比較多 不是拉肚子啦 可能大部分次數變得比較多 像剛剛媽媽的這個狀況 就很明顯 她本來母奶的環境 腸道裡面的菌種 是非常平衡的 是最天然的 這時候你換了一個配方奶之後 她腸道需要一段時間去適應 所以這時候 你可能換哪個牌子都一樣 都需要一段時間 讓她腸道裡面 因為已經不是母奶的成分了嘛 那一般來講 我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換奶的時候 問題就來了 那我會建議你 其實你不用增加你的困擾 你就一路用上去 也不會 這個孩子不會因此而營養不良 因為可以補充其他的食物 我補充一下 其實你知道自然界 唯一沒有斷奶的動物是什麼嗎 是哪一個 對 人 所以 對 我們是一直都在喝奶 你沒有發現嗎 不管幾歲都在喝 可是你看動物界 很多人說 你喝奶會蓋子多 可是你看老虎 獅子 他跑那麼快 他並沒有一直在喝奶 對 對 而且現在醫學研究發現到說 如果你只給他喝奶 不添加其他的東西的話 他反而會很容易貧血 對 對他的生產發育反而是不好的 所以像我們家的小朋友 其實我也是四個月就開始給他添加副食品 他現在是七個多月嘛 他完全現在是照三餐吃飯的 然後奶只是變成是他餐跟餐之間喝的東西而已 已經不是最主要的 所以我覺得我們應該是把它放在說 均衡的攝取各式各樣的東西 那不是以喝牛奶為當它的主性 對啊 好 來 我們媽媽們 請繼續討論 我想問一下 我們自己在家裡面有沒有辦法 自己診斷說這個真的是長腳痛 需要看醫生 對 這就是我們剛剛在講 我們父母好模糊喔 對 因為我現在我兒子都四歲 我覺得我還不知道他那一晚 到底是不是長腳痛 對啊 所以你要回到案發現場嗎 對 好像需要 需要對不對 我們現場的媽媽們 有沒有孩子長腳痛過 懷疑喔 有請取牌來 八成啦 對 因為他小時候 就是兩三個月的時候 真的是整個晚上一直哭 哭至少一個小時 然後趕快上網去Google 然後就是都說應該是長腳痛 然後就建議什麼 麻油按肚子啊 還是什麼 中醫師就是建議 中醫方面就建議什麼 貼無珠魚粉在腳底板 喔 然後就趕快 你真的有在搜尋耶 對 就是說無珠魚粉 然後不然就是麻油按摩 順時鐘按摩 不然就是 海豹油 然後就趕快 海豹油啊 海豹油 還不便宜呢 就趕快上網去買 可是 都沒有用 用的這些方法 有時候有用 有時候沒有用 就變成那個禮拜幾乎 一直都是這樣子 然後 那有帶去看醫生嗎 後來一兩天自己又好了 就想去看的時候他又好了 對 然後所以我就想說 這個狀況是需要看醫生嗎 還有就是自己 是不是真的就是長腳痛 對 所謂的嬰兒長腳痛 是指大概四個月以內 通常有人說三個月以內的小孩 我們才會定義叫嬰兒長腳痛 那在那三個月或四個月以上的孩子 我們就 就是一般的腹脹或腹痛 那個問題就不是單純 只是嬰兒長腳痛 那嬰兒長腳痛 有人的定義是說 你要一次哭 就是反覆 斷斷續續這樣哭 超過三個小時 一個禮拜超過三天 持續三個禮拜 那你大概就可以確定說 他是這個嬰兒長腳痛的問題 這樣才帶去看醫生啊 也不是啦 就是說這樣我們才會說 舊的定義是這樣 那現在我們定義沒有那麼緊了 我們大概只是說 你如果說白天的時候呢 吃的都很好 睡的都很好 我們來看一下嬰兒長腳痛的 這個一般網路上 或者說教科書上會有一些定義 就是說他的哭泣是無緣無故的 對 大概發生的時間呢 通常都是在傍晚到晚上 嗯 就白天就一直睡覺 白天都好好的 對 然後呢一天來個一兩次 比如說傍晚來一次 或者是晚上來一次這樣子 對 那小baby看起來平常就非常的健康 對 吃得很好 都沒問題 然後但是一哭就 哇一兩個小時 然後就反反覆覆 抱起來也不是 放下去也不是 對 那最後呢就是說 比如說等到這個一個月之前發生 或者是說三個月之前發 一個月之前通常就會比較開始了 那三個月之前會到達高峰 三個月之後就比較不會有了 這種叫典型的嬰兒長腳痛 不過黃醫師到底長腳痛是什麼意思 他的腸子真的會繳在一起嗎 對 還是什麼意思啊 這個就是我們 不只是台灣 不只是整個華人世界 連國外的這個也叫做 Colic 也是叫做長腳痛 然後就是說 他看起來嬰兒在哭的時候 哇肚子好脹啊 然後拍起來就像打鼓一樣 咚咚咚咚 然後有的時候 他哭咚咚咚咚 然後噗 放個屁 然後感覺就突然 好像冷靜了一下 對 對 然後打個嗝 然後就不哭了 然後媽媽或爸爸就 啊 原來是脹氣 所以你的原來就是 因為你這個腸子不舒服 所以你還會哭得那麼嚴重 這是過去到 甚至到現在 都還是很多人都這樣認為 甚至連醫生都有可能 還是有這種舊的觀念 不過我們必須要認知一點 就是現在已經開始有一些研究 認為說 其實長腳痛不見得跟腸胃有關 他的腹脹 是因為他哭 所以一直吞空氣 他放個屁 也是因為他剛剛吞了很多空氣 所以放了一個屁 然後他自己可能自己嚇到 欸 我怎麼放了一個屁 然後就停下來 對不對 或者是打個嗝 然後就暫停一下 但說實在 說實在你們也有經驗就知道 他放了一個屁 大概停個15分鐘以後 他可能會再繼續哭 他不見得就放了那個屁 他就解決了 對 那你說很多的長腳痛 吃什麼藥都沒有用 我說如果是腹脹 那我給他消脹氣的藥 後來證明好像也沒什麼用 那我給他一些腸胃乳動排氣比較快的藥 好像也沒什麼用 甚至最近開始有人用益生菌 有一些人說有用 可是大部分做起來也是沒什麼用 對 也就是說告訴我們說 其實長腳痛跟這個腸胃的關係 好像嬰兒長腳痛好像沒有辦法跟腸胃完全連在一起 然後在最近這幾年呢 有一個丹麥研究很有趣 他告訴我們說 他後來把一些媽媽的情緒 去跟寶寶長腳痛做連結 他發現媽媽如果因為家裡 比如說經濟狀況有問題啊 或是跟先生感情不睦啊 或是這個產後憂鬱啊 他孩子長腳痛的幾率 是沒有這些情緒問題的三倍 怎麼可能啊 真的 這真的是母子連心啊 對 所以現在已經開始很多人都認為 長腳痛不見得跟腸胃有關 可能跟心情有關係 可能是媽媽的心情影響他 可能是他遺傳了媽媽多愁善感的心情 都有可能不曉得 但是顯然你用腸胃的方式去處理他 效果都不是很好 所以其實我們要看一下這個嬰兒長腳痛的真相 第一個 他的腹部肌肉緊繃很緊視 因為他哭吞了很多空氣進去 所以是結果不見得是原因 第二個就是嬰兒脹氣是因為哭水吞空點 我剛剛講了 第三個就是很多人就會自己自責說 是因為我沒有拍隔啊 所以他才會一直脹氣啊 說老實話你拍出來那一口隔才幾兮兮啊 啵這樣一下而已嘛 那一點點是不可能讓他腸胃有不舒服到這麼嚴重 所以拍隔不是不好 而是說你不用為了拍隔有很大的責任感跟罪惡感 就是說我沒有拍出來我就不是一個好媽媽 基本上喝母奶的小朋友比較不會打隔 可是如果他是喝牛奶品味的話 他會比較容易會有氣體在他的 就吸到空氣的意思就對了 所以希望今天觀眾朋友看了我這一集 以後你如果不想拍 你就盡量放輕鬆放下來沒有關係 無所謂的 無所謂 那最後一個就是說 還是有10%左右啦 是跟他的牛奶蛋白過敏有關係的這種長腳痛 那他的長腳痛就很難分辨 因為他可能白天也會哭鬧 只是晚上哭鬧得更嚴重而已 所以我大概會有一部分的孩子 我會說你可以試試看用水解蛋白 或者是說沒有牛奶蛋白的奶 試試看 但是大概只有1%的人會有幫忙 剩下90%都沒有幫忙 所以最後就是說不要為了這個 一定要跟醫生拿藥 如果今天你真的還是碰到陰兒長腳痛 你也聽了我剛剛講的 其實跟腸胃沒有很直接關係 那怎麼辦呢 你不吃藥 你就是基本上 你就是給他他需要的安慰嘛 雖然你現在可能心情也 媽媽心情也不太好 可是打起精神 對他微笑 然後用溫柔的聲音抱他 安撫他 試試看給他一點時間 那如果說你自己很累了 你已經搖了30分鐘 你覺得你自己很累了 你其實不用跟他硬碰硬 反正你知道他不會有事情 這樣的陰兒長腳痛 對他不會有什麼影響的 所以你可以把它 就是我們說 讓他包覆起來 讓他比較有安全感一點 好像被媽媽包著 然後你可以用這個包巾包出來 然後放在一個安靜的房間 讓他暫時休息一下 他也許會再哭一陣子 但是你自己休息一下 你忍耐一下 然後過一會子 你有體力了 你再恢復了 你再去安慰他 去抱他 那有些孩子 像我剛剛講 他晚上哭 然後哭到早上就睡了 一睡睡到中午 對 他到晚上又再哭一次 對 所以基本上 我們不要讓這個惡性循環 雖然他晚上哭得很淒慘 沒什麼好好睡 但白天一樣 我們照他原本的作息 不要讓他一直睡 白天儘量不要睡超過三個小時 就是一次啦 不是說一整天 就是說一次兩三小時 你就要把他挖起來 讓他有一個活動 然後他才不會晚上都精神很好 都不睡覺 那最後這個就是說 如果說是因為奶的問題 像我剛剛講 有一部分奶奶蛋白的過敏 我就會讓他換奶 那或者是你餵母奶的話 可能你吃的 媽媽吃的食物 一些刺激的食物 或乳製品 我們就少吃一點 這個大概只能幫助百分之十 剛剛講大概百分之十的小孩 那最後一個就是說 不要再跟醫生拿藥了 吃吃 沒有特別有用的 沒有特效藥 其實拿藥這件事情 不是壞事 而是說如果你一直拿 比如你A醫生 B醫生 C醫生 每個都拿 你一直給寶寶吃藥 我想這個李醫師也會 也會不贊成 就是我們寶寶能不開藥 就不要吃藥 對他來說 尤其是長腳動物 不是什麼大不了的問題 對 而且大概三四個月之後就會 三四個月之後就好 解決了嗎 沒有 我們曾經因為說 那就不要吃藥好了 想說給寶寶喝一點酒 真的假的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我們真的 當你束手無策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我好想餵他一點酒 讓他晚上就一夜好眠 睡到天亮這樣 你知道以前我們兒科 這不是我們這個年代的 之前那個年代的人 兒科醫生對付長腳動是開安眠藥 媽媽媽高興死了 昏倒了 哈哈哈哈 但是這種事情不會吃吃太大 這個不要吃起來 只要經過醫師診斷 對 那現在我們都不這樣用了 因為那實在是不太好 對小孩真的不好 對啊 關於長腳痛 我一定要補充一點 像我們剛剛講的那個研究 我覺得他是互為因果 如果說 當小寶寶很難帶 才常在哭的時候 可能也會造成 比如說媽媽的腸瘍症啊 婆媳的問題啦 跟之前 丈夫的相處的 不順利啊 所以我們絕對要 避免這樣子的情況發生 那在 有一些就是說 媽媽說他可以在網路上找到一些資訊 比如說貼無珠瑜這種東西 對 那什麼啊 對 我今天有帶無珠瑜過來 無珠瑜本身 他是一個辛苦大熱的藥材 那我要說的 如果你今天的疼痛 是因為我們叫做 體脂寒 引起的腹痛 你用這個方法 其實是會有幫助的 可是如果不是因為 寒性的腹痛引起的話 那可能效果還是會有限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無珠瑜的功效 好 他本身的腥味就是 辛苦大熱 然後他是有小毒的 所以我們會建議就是 先以外用為主 那他入筋 入筋肝 筋皮筋跟腎筋 你看這幾個筋肉 他其實都有經過我們的腹部喔 對 所以基本上 如果是譬如說 我們說的體脂寒的話 你用這個藥 其實他效果真的還蠻好的 然後針對什麼會有幫助 針對像 腹痛啊 嘔吐啊 吃壞肚子的上吐下瀉啦 對 或者說針對就是說 手腳容易冰冷 像有時候 爸媽媽會說 他小寶寶在肚子痛的時候 或者哭鬧的時候 他手腳是冰的 對會冒冷汗 那如果這樣子的體質 我覺得 你就可以用這樣子的方法 還不錯 然後 像 你要該怎麼去使用呢 譬如說 你去跟中央買了無珠瑜之後 你請他把你打成細末 那打成細末之後 如果你加 如果是太小的小寶寶 我不建議用醋啦 你用麻油 就是大概用那個 5塊錢的銅板的大小 對 然後跟麻油調勻 然後調勻之後 你貼到小寶寶的竹心 對 腳掌就對了 對 因為他也會經由我們皮膚去吸收 這樣子的藥性 那它是一個 我說它是一個熱性的藥 那針對寒性的腹痛 它就會有改善的效果 不見得要用吃的 那像用吃的話 我通常在臨床上面 我治療什麼很有用 治療寒性的筋痛 對 因為用到多 用隔大概0.3、0.5克 欸 那些媽媽就會說 欸 本來都很痛的 不會痛了 他們會壓抑說 其實不用吃止痛藥 其實只要改善你體內的環境 就 那個疼痛就會消失了 對 那小寶寶的話 你就是大概用 就是5塊錢的大小 然後貼他的腳底心 那大概貼多久呢 貼大概4個小時就可以了 那 初期可能它會 比如說你拿完 拿下來之後 你會覺得皮膚有點紅腫 對 那是正常的 OK 如果你今天已經是個熱性體質 你已經有皮膚的疾病了 尤其那種穿腰化膿的時候 我就不建議用這一味藥 因為它是大熱的藥 對 所以它是敷下去之後 是一個長時間的改善 還是一敷下去 它就馬上不痛不哭 有一些媽媽 他們會說 其實效果還蠻明顯的 是喔 只要你是屬於就是 寒性的 腹痛的話 那我這裡可能還是 稍微再補充 如果你今天是餵母奶的話 還是要注意 就是說你自己吃下去的水果 比較冰冷的瓜類的水果 還是要少吃 因為對小朋友還是會有影響 對 吳朱瑜的用法 不過這個中醫呢 講究體質對不對 寒 熱 燥 等等的 所以要對 對了它就有 效果就出來了 好 來 媽媽們 余玄媽媽對不對 余玄媽媽 如果小朋友在半夜 就是也是突然大哭 疑似長腳痛的時候 就除了擦脹氣膏之外 還有什麼方法可以改善嗎 其實我曾經懷疑過 就是說到底它是真的 那個膏有效 還是按摩有效 如果我不買任何的膏 或是薄荷 我直接按摩是不是就可以了 黃醫師 以我的角度 以我的角度看是 昌明哥講的沒有錯 就是你按摩這個動作 的效果遠勝於 你抹什麼東西在上面 真的嗎 對 但是按摩之前 請先看一下我這張板子 就是我們不要今天大家聽了以後 就覺得說 那小朋友附障就是嬰兒長腳痛 沒關係啦 拍拍他 安慰他一下就好 如果尤其你的孩子 已經超過我剛剛講的年齡了 已經到半歲了 這個四個七八個月了 他就不會是單純的嬰兒長腳痛了 所以我這邊先列一些 有可能附障哭鬧的原因 這些原因媽媽在家裡 他也是不太可能自己分辨的 但是先講一下 心裡有一個底 譬如說餵食道逆流 你的孩子整天都要抑奶 或者是從小抑奶到大 那最近他可能吃了一些新的食物 抑奶更厲害 然後讓他有一些不舒服 脹氣 這是一個可能 長套疊 像我們剛剛在講 六個月以上 到五歲之間 然後兩歲是最高峰 這個要小心 長套疊可能持續一陣子 趕快到醫院 現在很發達了 我們只要一個超音波放上去 就可以診斷了 大概90%都可以診斷出來 那時候你抹什麼脹氣膏都沒有用 對 那再來 有發燒 有呼吸道症狀 就要小心了 有可能他的腹脹 是因為腦末炎 有可能他的腹脹是因為 呼吸道感染 這些都是有他別的症狀出現的 最後兩個是過敏 比如說你最近 像剛剛媽媽有講說 他是從母奶換成牛奶 那有可能他是 食物蛋白過敏 牛奶蛋白過敏 或是吃了什麼東西過敏 大豆蛋白過敏 都有可能 他這個過敏有可能 只是呈現在腹部的不舒服 然後哭鬧 皮膚沒有任何症狀 有可能 如果他只是單純的腹痛 然後他不會一直沒辦法忍受 不是忍受到說 哭不停的話 應該是都還好 然後加上他沒有發燒的狀況 那通常 比如說他肩有嘔吐 那就不是很正常了 對 所以還是要觀察小朋友的 其他的狀況 沒錯 好 來 李醫師在教按摩之前 我現在再做一個統計 好不好 我們現場所有的媽媽們 請問你們幫小孩子按過摩對不對 對 逆時針按的請舉牌 順時針按的請舉牌 佩蓉媽媽呢 你是怎麼按 我就看著他肚脊講說 嗯 順時針到底是順我還是順他 對 因為我為什麼會這樣問 我有這個困擾過 對 我一直在想 欸 順 對 而且我就很怕 萬一我按錯 會不會把他大便推回去 因為那個 人大不都說常是這樣嗎 所以你小孩現在多大 你到底幫他按過沒有 我每次都很猶豫想說 嗯 無法下手就對了 對 因為他這個我跟你講 有時候對於那個健康概念 越透支我們越困擾 因為他知道 像那時候為什麼也困擾 跟你一模一樣 大腸是這樣子繞一圈過來 然後這裡通嘛 通出去對不對 所以我們想 到底是哪一邊 那按錯了他會 嗯 推回去的什麼的 我也真的發生過這種困擾 所以怎麼按咧 怎麼辦呢 來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小朋友的瘴氣按摩 好 來 那小米 來當花朵 好可愛喔 就是我們用我們自己的 食指 中指跟無名指 放在小寶寶的肚臍上面 然後幫他做一個 右手按到左手的按摩 就是順時針 順時針 對 那為什麼要這樣子呢 剛剛蔡明哥說得很好 就是這裡我們是我們的 深結腸 我們的橫結腸 我們的降結腸 對 所以還是做這樣的順時針按摩 會對小鼻子比較舒服的喔 請問李醫師 按的範圍要多廣啊 到底 其實齁 在肚臍周遭 都是我們的穴位墊 都可以 對 然後它都可以幫助一個 排氣排便的功效 所以不是只有這樣一些 但是你會覺得它 有便秘的傾向的時候 你就可以幫它推 是 李醫師像你剛剛按 你是三根指頭 這樣子按一下 按一下 按一下這樣喔 那我們以前按是這樣 整個手用這裡喔 這裡 然後這樣子推著 這樣子揉 這樣可以嗎 這樣子也是可以的 沒有問題 對 只是說有的時候 是小鼻鼻它很小 對 那你一個手掌放下去 它基本上整個肚子都滿了 就滿了 那這樣要按多久咧 會建議就是放後30分鐘 按5到10分鐘 5到10分鐘 或者是當它覺得 有點戰氣不舒服的時候 你可以幫它做這樣推 那我們剛剛講到長腳痛 如果它已經是哭鬧不休了 然後又沒有排氣的時候 你可以按摩它的腳 找到它的腳 我們先找到 足背最高點 對下來呢 到這個 腳的彎彎的地方 這個地方叫公孫穴 公孫穴 對 我們按摩這個足背最高點 對下來 到我們的這個叫刺白肉劑的地方 這公孫穴 是皮筋的 它本身它可以有一個通氣 排便的功效 然後我們可以再 請問一下您按的同時 但是它的腳趾頭不斷的動是正常的 不斷 因為是正常的 正常的 不動才是不正常的 很可愛 對 那我們再找一個穴位叫內蹄穴 內蹄穴很好找 就是找到你的赤子 跟我們的這個中指的交界處 按摩這個地方 對 那其實我們公孫配內蹄 本身這一組對穴就可以處理長腳套 跟長套底 對 就當下急症處理的時候 對用針灸 那我們用按的是OK的 對 一般是不嚴重 你是戰氣的時候 你就是用按的 但不要按的 爸媽你的力氣很大 不要太大 因為Baby承受不起 對 就是按他覺得有點痠痠的 但他不會跟你說痠 就是不要以他哭為主 他如果跟你說爸爸痠 那不得了 他滿享受的耶 對 那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對不對 那剛剛那個Max媽媽說 他按那個肚子 他是X X彈頸 對嗎 我們還是會建議從經絡去走 會比較好 OK 對這樣子你按到穴位 那功效會比較多 比較好 那如果有人用什麼 海盜油啦 麻油啦 薄荷油啦 不見得需要 其實 因而潤浮油 就很好用了 真的假的 對 那那個很便宜耶 對啊 所以重點 我跟黃醫師一樣 就是重點是你有按 對 它有排氣 這樣就好了 那個就OK了 好 謝謝麗醫師 來媽媽們 楊楊媽媽媽 想請問一下那個 長腳痛是不是都只是發生在1歲以下的小朋友 因為我女兒她大概2歲多的時候 她也是都肚子痛 然後她爸爸就帶她去看醫生 然後醫生就說她是長腳痛 都會開那個止痛藥水給她喝啊 唉唷 對啊 然後就說她是長腳痛 可是她已經2歲多了 3 4個月以內 那個叫嬰兒長腳痛 那這以上呢就是肚子痛嘛 我們也不用咬完嚼字了 就是肚子痛 肚子痛原因可能是這個腸胃的問題 也可能不是 那如果這個醫生 他覺得說是腸胃的問題啊 給他一些腸胃的消脹器的藥什麼 我覺得這是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什麼不對啦 只是說可能講長腳痛 大家就想到嬰兒這個部分 那你可能就會有點混亂 那到底我小孩這麼大還會長腳痛嗎 我想我們還是講嬰兒長腳痛子的 就是這個這一塊 小嬰兒喔 小baby這一塊 那之後的就是肚子痛 就是單純肚子痛 那從肚子痛去找她的原因這樣子 但她肚子痛2歲開止痛藥OK嗎 這個問題問得好 大部分的肚子痛 我們不開止痛藥 因為有可能 你今天給她吃了止痛藥以後 譬如說好了她是盲腸炎 結果你給她開了很強的止痛藥 她真的不痛了 可是她發炎還在啊 對啊 她可能明天就破了 我的意思就是說 小孩肚子痛我們儘量不要用止痛藥去壓她 因為你有可能會把她的症狀壓住了 她本來只是一個簡單的盲腸手術 結果因為你用止痛藥她不痛了 然後她回家睡了一覺破了 再繼續發炎 腹膜炎 你那時候就不是一個小手術了 對不對 但是我們也不要 就是說我們今天是 我今天講的是居家的部分 你不要開了止痛藥 吃了止痛藥再加觀察 這樣是不對的 如果你今天到了醫院 醫生已經確定你是盲腸炎了 我待會就要開刀了 我現在給你止痛藥 那是OK的 對 我要解除你的疼痛嘛 我已經診斷出來 我知道你的問題在哪裡 這時候我給你止痛藥是沒問題的 對 所以不然的話一般是會給 像你剛剛說成的消脹氣或什麼樣 對 其他的藥物就對了 就OK了嘛 好 好 來 我們這個媽媽們 唯一媽 我還是有 因為我雖然剩三個 但我覺得三個那個體質啊 跟他痛的那個都不一樣 都不一樣 那就我跟網友媽媽在討論說 是不是那個牛奶成分 因為現在妹妹有喝 那奶粉的成分裡面有個叫 酸化成分 它會比較容易讓 就是嬰兒長腳痛 奶粉有酸化的成分 不是 它是比較可以改善 舒緩 真的啊 對 你那個是怎麼看呢 我都還不曉得有這個成分耶 對啊 是媽媽跟我分享 跟你分享的 對 因為我的老大長腳痛到一個爆炸 然後老二他餵母奶還好 老三就是也是會不明原因 一直哭一直哭 而且他不是下午耶 他就是這樣一兩點 三四點這樣凌晨 可是他現在已經很大啦 就不是長腳痛了吧 但是那是一個曾經的夢魘 曾經啦 曾經的夢魘 所以我要分享給各位觀眾朋友 而且很奇怪喔 小朋友他長腳痛 有時候你就好像固定半夜就在那 對 那個時間就突然就痛了 對 他就在那時候打卡 對 就是每天就那時候 打卡 對 就他開始上班了 他開始上班了 然後就很痛 不知道該怎麼辦 因為就像醫生講 我不想給他吃藥 我不想要用那個藥 那你那時候怎麼辦 我就是看他提醒我 就說是不是有個酸化成分的奶粉 酸化奶的故事是這樣子 就是很古老的時候 他們在做這個配方奶的時候 發現小孩吃的配方奶會不舒服 後來他們發現就是說 因為這個奶進到他的胃裡面 會產生奶粉 所以那個時候 那個年代 我現在講的是歷史 那個年代他們加了一些乳酸進去 然後讓他這個比較不會結塊 他們那個時候就稱之為酸化奶 那現在呢 我們現在的配方奶都已經沒有這個問題 我們用別的方式已經不會再讓他結奶快的那麼嚴重 所以現在一般的奶 我們不會特別強調這一塊 但是現在有一些依著這種觀念的 所弄出來的酸化奶 他這次加的是檸檬酸 那他們理論也是一樣 覺得說因為這樣子我們的奶比較不會結塊 然後比較不會脹氣 比較不會苦惱等等等等 但這個都是理論上 也就是說酸化奶其實跟嬰兒長腳痛 或甚至嬰兒的脹氣 目前是沒有研究是有相關的 所以說不用期待說你今天吃了酸化奶 你的孩子就會有什麼神奇的效果 或從此就不脹氣 我想這個是我們兒科醫學會的網站上 有這個資料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就是說沒有說他不好啦 但是大概沒有什麼神奇的效果這樣子 Salina媽媽也曾經那個小孩子有脹氣不舒服過嗎 沒有辦法分辨耶 你還是沒有辦法分辨 我從來不知道他是長腳痛還是 尤其是第一胎對不對 但是會哭鬧齁 會 就是曾經晚上一直哭一直哭 然後怎麼搖就沒有用 可是我待會看醫生說 他說只要他白天活動都很好就沒有關係 時間在我們中醫的治療裡面 是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因素 因為不同時間有不同的經絡走的 如果說他假設他是固定 譬如說凌晨3點到5點假設 那他是肺筋走的 可是肺筋跟大腸筋他是互為表理喔 要不他可能就是跟腸胃就是有相關聯 可是你剛剛說他如果是1、2點的話 那是膽筋跟肝筋走的時間 可能就跟小朋友的或者是媽媽的情緒互相影響 對這些也會有關係喔 所以我覺得說如果他是有固定時間打卡的時候 您可以跟你的醫師討論一下 因為時間在身 那有時候像我在做治療 我一定會問說你頭痛在什麼時間 因為他跟走的肌肉也會有關係 你柱子痛在什麼時間 你是下午痛多還是早上痛居多 這個還是很重要的 那如果真的遇到這樣腸胃的問題 我到底可以平常怎麼樣幫他保養 還是注意哪些細節 然後讓小孩比較不容易脹氣 或者是說腸胃不舒服嗎 今天我們剛剛現在我們針對的就是說 我們已經確定他是比如說消化不良 或是他常常這個腸胃到吸收不好 那這樣的孩子的話 我第一件事情是 我會去看看他每天吃的東西 找到這個關鍵點 其實大部分我會先從一些化學物質去掉 比如說零食 你這個孩子如果整天都在吃零食的話 你的腸胃不好 這也是很理所當然的事情 所以我會先把零食這個因素取掉 少吃 對 那再來再去看看 有沒有哪些特別的食物 我們也可以驗大便啦 但是那個比較嚴重的 我們才會這樣子 但是你也不能要求小孩 為了不要脹氣什麼食物都盡量不吃 什麼食物容易脹氣 什麼食物容易脹氣 你們會建議父母說不要大家吃什麼 豆類嘛 對不對 其實不一定 真的不一定 我會問他哪一些食物吃的量 像豆類是一個 但是不見得每個吃豆類的孩子都會脹氣啊 他可能問題出在乳糖啊 可能出在果糖啊 比如說他水果吃很多 他就常常脹氣 那可能是他果糖不耐 我們叫果糖不耐腺 或者說他乳糖不耐 那這個大家就比較清楚對不對 或者是他剛剛講的就是 這個豆類比較容易產氣的菌 還有吃東西的順序也有差別 有些人他先吃一堆這個水果先吃了 然後呢再吃一堆肉類的食物 他這個水果在胃裡面待的時間就很長 因為我們知道我們 這樣會容易脹氣啊 因為他水果會發酵嘛 所以原則上我們會建議說 你油脂類或者是蛋白質類 他排空速度慢的 你就盡量配澱粉質把它趕下去 大概是類似這樣的狀況 但是這些都是 都是見招拆招啦 因為沒有一個絕對的邏輯 不過這個應該是說 找到你是什麼體質 什麼樣的因素 吃什麼東西不舒服 你就依照什麼方法去改善它 對不對 不見得每個人都一樣的 好 那李醫師 中醫的角度 有沒有一個什麼茶飲 讓我們可以消脹氣的 有 有一個非常好的茶飲 來 跟大家分享 就是老祖先的消脹茶 我們可以準備 烏梅山楂跟麥芽 我們先來看一下烏梅山楂 麥芽有什麼樣的一個功效呢 山楂它可以健脾醒氣 代表它可以消脹氣 可以消食摩雞 再來就是麥芽本身呢 它是針對現在米食麵類吃比較多的 它可以消這個食肌 也可以消骨肌 烏梅本身 它是針對像吐膩啊 反胃啊 很容易打嗝啊 噎氣啊 或拉肚子 烏梅也會有一個功效在喔 可以準備這個烏梅15克 好 山楂12克 麥芽10克 然後加入600到700CC的水 用小火煮15分鐘就可以了 那其實這個茶飲呢 小Baby跟小朋友都可以吃 只是說小Baby大概就是 30CC到50CC的量 一天 那小朋友的話 你就是可以給他一杯 在飯後的時候 可是什麼人不能吃呢 瘦乳 就是在你在哺乳的媽媽 是不能夠跟著小朋友一起吃的喔 因為它有退奶的功效 來喝就沒奶了 喔 這會退奶啊 那我們剛剛講到說 不是 像有哪些食物容易占氣呢 我們剛剛說過 像發酵類的東西 麵條 麵包 饅頭 糯米 這種就會容易占氣 對 所以我們剛剛有提到說 麥芽本身它是消米滅果實機喔 就是針對這方面的醬汁 特別有功效 可是它會退奶 所以媽媽們還是要注意這樣 是 那李醫師 像這個 因為山楂我們剛剛喝 它有點類似酸梅湯那種感覺 你知道嗎 對 那如果我們比照辦理 像是什麼 酸梅湯啦 是 然後什麼鮮渣茶啦 那種我們看 要看它裡面有什麼成分 像一般的酸梅胎 就不會加麥芽囉 像我們這個小朋友 喔 皺眉頭呢 剛剛說你看那個眉頭皺的 小朋友酸嘛 對 我可以糖加多一點嗎 還有什麼之類 會有效嗎 可是它還是一口接一口 如果它已經 炸氣比較嚴重 我就不建議加湯 可是如果你只是要幫助它消化 幫助它刺激它的消化液分泌的話 那你可以加點黑糖 沒有問題的 沒有問題 對 可是要特別注意就是說 如果它今天完全沒有炸氣 完全沒有死雞 那我就不用喝這一道茶飲 了解了 好 來最後呢 來是不是再給我們 所有媽媽們這個小寶貝 肚子這方面一點建議 腸胃的健康 我想最簡單的就是說 你的孩子還是要均衡正常的飲食 然後如果說今天你的孩子 腸胃道有什麼問題的話 你可以把你的飲食的這個紀錄表 帶到醫生那邊 讓醫生來幫助你 找出你孩子特別負脹的 或者是這個消化不良 吸收不良的原因 這樣才能夠對症下藥 那希望大家不要 就亂投醫 或者是一直到處買奇怪的一些 來路不明的藥物 我相信這個不正常的做法 對 對於孩子啊 這個腹部的問題 光是一個長腳痛 這個好像似乎沒有 因為我們大家父母們啊 學歷增加 而對他的認識就增多了 對的確 你看過了四年之後 我才終於知道了真相 對不對 從以前阿嬤年代就搞不清楚 到現在我們還是搞不清楚 真的 但是今天我看節目 我們大概知道 這怎麼一回事 對 以及萬一發生的時候 我們怎麼去應對它 對 謝謝所有來賓的分享 好 謝謝 來 最後呢 我們要讓所有的媽媽 漂亮亮亮的 我們要送給大家什麼呢 陳一柔所代言的 高校醫美保養品 希望媽媽們都能夠美美的喔 對 謝謝大家 謝謝你們 謝謝 來 我們下次見 拜拜 謝謝大家